我們要完成總共有三個按鈕 那三個按鈕我預設上面已經有了 不過我們把它換一下名稱好了 第一個的話就是說要把結果給 把它完成那個動作 那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有一點 就是說你錄製聚集的時候 要先注意就是跨工作表的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將來按鈕一定會是在哪個工作表 在查詢結果這邊 所以如果你將來錄製聚集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 你是要切到這個工作表 去做 那個輸入公式的動作 所以特別注意 一定要先把游標 放在目前你 按鈕所在的這個工作表的位置 如果沒做的話 那你這個程式就會發生錯誤 因為沒有辦法切過去 然後沒有辦法做後續的 那第二個的話 如果你切過去的時候還要注意一點 你的 那個游標一定不能直接就停留在這裡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沒點擊這個儲存格的動作的話 在錄製聚集的時候也會發生錯誤 OK 你說老師 那我如果已經放這裡 我再點它會有什麼反應 沒有 它不會記錄進去 所以建議一定要把游標放在其他地方 然後再點擊的動作 它就會錄一行程式叫range 什麼的 B2.slate 有沒有 如果沒有這一行 那會出錯 可是你說老師 那我 我自己回頭看程式 我看得懂 我自己補 也可以啊 但問題你要自己看得懂程式啦 OK 好 所以你就先彩排一下 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黑名單篩選的 這個步驟 那我先彩排一下 1 游標先點擊查詢名單 OK 2的話呢 再點選B2 不過目前已經在B2 那就NG了 所以NG記得重來 OK 再再來一次 1游標點選查詢名單 2 點選B2儲存格 在上面的資料編輯的點一下 打個勾就可以了 那你說老師 那公司要不要刪掉 不用刪掉 反正直接輸入就可以了 刪掉 反而自己麻煩 為什麼自己還要重Key 所以打勾 然後再來向下填滿就可以 快點兩下 這樣OK了 好 就完成輸入Conif的公式了 接下來的話 游標再放在那個 B1儲存格 然後呢 做什麼呢 篩選 所以按下篩選 剛剛的動作 然後再 把E留下來 所以全選打勾取消 E留下來按確定 再來的話呢 就把 游標再停在A1 做什麼呢 把下面這些東西 複製到查詢結果 所以游標再放在A1 Ctrl Shift向下 Ctrl C Ctrl C就複製啦 或者按右鍵複製也可以 然後再切回到查詢結果 然後呢 游標記得再放在A1 放A1這些 一定也要做喔 如果你已經在A1 NG又重來了 游標放A1 然後 Ctrl V 切上 OK了 結束 然後就可以停止錄製了 OK應該沒問題吧 那我們這個時候就要正式開始 正式來過了喔 所以剛剛的步驟 可能自己再把它彩排一下 確認沒有問題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要錄製那個聚集了 錄製聚集的話 因為我好像之前有錄製過 所以 待會應該會問你要不要取代 我就取代掉好了OK 好那開始喔 游標記得 先不要放在A1 先把它放旁邊 不然你點沒有點這個動作 那它會出問題 再來這邊的資料 我建議先把篩選先恢復原狀 OK 然後游標先不要放在B2這個位置 OK 好 那檢查就緒之後的話 接下來就要正式開始喔 OK 所以喔 這個每個步驟都要按照我們剛剛的標準 1 先把它 輸入那個黑名單篩選聚集 按確定 確定的話就開始喔 OK 把它取代 1游標放在查詢名單 點選查詢名單工作表 2的話呢 再點選 B2儲存格 在上面打勾 有沒有 然後向下填滿 再點選 B1 再到 資料裡面的那個篩選 然後把這個下拉清單 留下1的部分 OK 然後再把游標放在A1 Ctrl-Shift向下 Ctrl-C 切回到查詢結果 然後游標再放A1 Ctrl-V 切上 OK了 接下來就記得喔 把它Ending掉 Ending的話記得就是 開發人員有停止錄製 好 沒口氣就完成了 那 當然如果你想知道有沒有成功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查詢的結果 先Delete掉 這個時候其實可以踹踹看 我就把清單裡面有沒有那個黑名單篩選聚集用 按執行看看 有出來了 有沒有 它就已經成功了 但是最後的話要把資料清掉的話 那再錄一個清 清除 聚集 清除聚集 我建議乾脆直接把A欄整個清掉 A欄點一下 按Delete 所以兩個動作 然後我就在錄製一個叫做清除聚集 的一個 Sup 程式 清除 清除聚集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把它蓋過去 1 把它選A欄 我建議是整欄選 因為這樣我確定有多少 反正我整欄選 OK OK 2的話Delete掉就可以了 好那這樣的話我們完成之後把它停止錄製 這樣就有清除了 所以兩個嘛 一個是 黑名單篩選聚集 切過來 然後再來就清除 有了 那最後的話請你把這兩個按鈕 變成 這個 我們要 剛剛錄製的結果 按下它 有了 這個出來了 清除一下 有沒有 又有了 清除 哇那這樣很方便 以後如果你要查什麼樣的資料 就可以按一下 有沒有 就OK的 所以 以後呢如果你的工作每天就已經把成日寫完 那你的工作就按按鈕 就等著你沒事了 沒事的話 就假裝很忙 OK 然後 然後 快下班前 再給老闆就好了 而且要精確的時間 你有沒有要太早給他 你太早給他 下班還有一段時間 你還有什麼事你再幫我一下 然後 你也不能太趕 所以剛剛好時間 我發現現在上班子都蠻聰明的 OK就會在 最精確的 可能 下班前三分鐘吧 OK 讓老闆也沒有一個 對 如果老闆出來跟你講 我等一下要下班了 OK我等一下晚上有約 你就可以走了 OK 好啦那這樣的話呢 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可以把這兩個按鈕 給試著做出來 但是你做完之後 其實還有一些工作要完成 什麼工作呢 就是 你再把那個 黑米拉篩選聚集編輯一下 或者用Visual Basic找一下 剛剛你錄的 編輯它 這邊這個層次 然後再分別怎麼樣 在上面加上註解 1 郵標 點選查詢名單 之類的 把這些通通 都在 看一下層次 這個是錄下來的 OK請各位 試試看吧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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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